大家好 我是余偉杰 今集会和大家介绍 股票组合投资的一些策略 最主要今天和大家分享五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是如何发挥一些优质股 发挥优质股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方法 我先介绍一种方法 就是由上而下发挥优质股的方法 由上而下首先看宏观经济的情况 然后到中间看行业发展的前景 最后去选股时看过股盈利的能力 举个例子来说 腾讯的业务包括增值服务 网络游戏收入 金融科技企业服务 以及网络广告业务 我们首先去分析腾讯在内地的整个经济环境的前景 然后再去分析的行业 一些前景 例如内地支付平台 手机游戏 云服务 以及网络广告等等 我们可能就会很容易发现到 龙头的企业应该是腾讯的 然后再去细分就看回腾讯的业绩面 不同的一个业务范畴的盈利增长等等 连初至今 其实港股很多的行业都是逆市而升 包括一些教育股 物馆股 医疗系股 以及生物医药股等等 其实我们都可以善用 由上而下的一些策略 去选择当中的一些优质股 第二个策略就是盈利 我们一定需要看回 因为盈利是股价上升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我举个例子就是美团点评3690 3690过去五年的业绩方面 亏损未有盈利 直至去到2019年 顺利方面就扭规为盈 由去年的蚀1154亿元就转为赚了22亿元 看回美团3690的股价 其实由2018年9月上市的69元 其实去到今天的收市价 其实升幅已经接近一倍 所以我们看到盈利对股票的推动价格方面 是非常之重要的 第三个策略就是组合股票的市盈率 和股息率 股票通常会分为两种类型 增长型股票 主要博取股价升幅 以及平稳型股票 平稳型股票最主要是稳定派息型为主 增长型股票的波幅会比较大 通常PE会很高 股息率会低一点 举个例子就是ATM类的科技股 平稳型股票 股价的波幅相对上会小一点 市盈率也会比较低 太息比率方面也相对上会比较高一点 譬如是四大内银股 所以投资者在组合股票方面 应该要做好风险管理 组合应该要平衡一些增长型股票 以及平稳型股票的比例 这个比例可以因应每一位投资者的风险取向而定 第四个策略 跟大家讲一下 要选择一些行业的龙头优质股 龙头优质股始终在市场上占有一个优势 业绩增长相对上是比较稳定的 譬如一个跌市当中 其实股价的防守性是比较强一点的 在这里也都建议一些投资者 尽量不要去担守一些市值 100亿以下的股票 除非你可能非常熟悉这间股票的公司 营运模式和业务前景 原因就是市值小的公司 譬如是一些创业版白字头的股票 通常他们的价格波幅是非常大的 基本面就是盈利等等 其实是比较差一点的 多数的投资者在这方面的投资经验 都是输多过赢的 最后一个投资策略跟大家分享 就是要从一些专业的投资经理组合里面 去学习如何挑选一些优质股 因为他们始终受过专业的训练 个股的投资比例是有一个限制 以及股票的市值也是有一个要求 多谢大家收看今集的内容 如果大家对以上的分析有兴趣 欢迎大家去秒头搜索 《余大师讲投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